这是天下第一高手明月公主 因为恋爱脑被算计的最惨的一次 想不到当年的一花公公主妖月 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第一高手明月 竟然是一个妥妥的恋爱脑 她为了对付天门重出江湖 却碰见了一个神似燕浩天的白衣男人 白衣男人不仅长得和燕浩天一模一样 就连行为举止也十分相似 因此明月这半个月以来 一直偷偷跟在白衣男人的身后 想要确定白衣男人到底是不是燕浩天 不曾想白衣男人近在半个月后 对上了天门十二级中的五级 白衣男人曾在半个月前 从天门三级中救下了少林长老 因此天门将白衣男人视为眼中钉 要将其除之而后快 天门十二级各个实力恐怖 都是属于江湖上的一流高手 白衣男人的武功虽然不弱 可是面对天门五级的围攻 也是显得相当的吃力 明月公主一掌击退天门五级 随后以一个灵力的眼神 吓得天门五级落荒而逃 白衣男人在这时口吐鲜血 显然已经身受重伤 明月公主只好带着白衣男人来到一座破庙 用出明月神宫替白衣男人疗伤 在明月神宫的帮助下 白衣男人的伤势总算是稳定了过来 得知眼前的男人叫做明月公主的心中很是失望 并且她的心中也明白 若白衣男人真的是燕浩天 别说是区区的天门五级 就算是天门的三中十二级 加在一起也不是燕浩天的对手 燕飞似乎看出了明月公主的想法 解释她并非是燕浩天燕大侠 还出言夸奖起了明月公主 属在下鲁莽 若被公主整天紧绷着脸 五千年寒冰 想去追求公主的英雄豪杰 必定多入了银河星宿 燕飞并无冒犯之意 请公主恕罪 燕飞的话音刚落 便突然吐出了大口鲜血 明月公主见状担心不已 上前关心起燕飞的伤势 拿着燕飞竟趁明月公主放松警惕之际 旋力一掌将其打飞了出去 明月公主很快反应了过来 质问燕飞到底是什么人 她是我们门主千挑万选百里挑一的 天门的 你是门主的心腹大坏 每个人都有弱点 你的弱点就是燕浩天 来人乃是天门三封十二季中的三封 三人的地位仅次于门主月龙轩 分别叫做断剑藏刀和折枪 断剑告诉明月公主 一切都是月龙轩的算计 因为当今武林之中 唯有明月公主可以阻挡她的雄徒霸业 只要除掉了明月公主 月龙轩就是天下无敌 一同武林指日可待 大言不惭 明月公主即便遭到偷袭重伤 实力依旧是恐怖如斯 她本来可以轻松逃脱追捕 却偏偏拼着重伤之躯 也要杀了那个欺骗自己的燕飞 燕飞的武功极其高强 实力还在天门十二级之上 面对已经重伤的明月公主 燕飞还是可以勉强接住几招 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断剑剑撞扔出了一颗天雷风 却被明月给轻松接住 投掷回去差点炸伤断剑 明月公主不愧是天下第一高手 重伤之躯也能压着断剑和燕飞打 与此同时 爱慕明月公主的神医长春 外出彩要恰好适逢其会 由于她不会半点武功 只好躲在暗处当起了赤瓜群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